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在北台灣地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有感受到跟昨天想角之下 天氣狀況變得很不穩定 很多地方都會有降雨 而明天的天氣其實跟今天差不多 同樣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因此迎風面地區會有降雨 溫度也偏涼 另外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很多人都關心說春節廉假 這幾天的天氣狀況如何 其實預計從10號也就是小年夜開始 這波風面就會抵達台灣 從10號到11號也就是到 這一個除夕這段期間 封面就會通過台灣了 因此到時候全台各地都會有降雨 因為只要到除夕的下半天開始 這個封面遠離之後 中南部地區才會開始放晴 不過接下來幾天到初四之前 北台灣地區都是受到 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都還是會有降雨的狀況的 至於明天我們從雨區預報圖上 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得到 今天整體而言降雨的區塊 都是落在東北部一帶 東半部地區也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而到了明天其實差不多 只是降雨的地方又變得比較多一點 比較廣泛一些 像是整個宜花地區都會感受到 一整天都是比較 濕濕涼涼的天氣形態 其他地方也會有降雨 外出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接下來帶你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現在看到北部地區 明天在基隆台北跟新北市 都是多雲到有降雨的天氣 溫度偏涼是十七到二十度 好 至於在桃園新竹跟苗嶺 是多雲到晴的一個天氣形態 苗嶺的低溫是十五度 台中 昭化跟南投是晴到多雲 溫度是十五到二十六度之 油溫差大 至於在雲林嘉義是晴到多雲 台南雲量稍微多一點 溫度是十六到二十四度 好 高雄明天有陽光 屏東雲量比較多是十六到二十八度 至於在宜蘭 花蓮跟台東 明天都會有降雨 溫度是十六到二十四度 好 至於在外島地區 可以看到明天媽祖也會有降雨 以及門跟澎湖十多雲的天氣 澎湖的溫度是十六到二十度 好 那麼繼續看到 網友對於天氣方面 有什麼樣的提問 有人問說 下一整週天氣狀況 怎樣會有下雨的情形嗎 特別注意 北台灣地區是會有降雨的 還有人問說 北部初一到初五天氣狀況 如何一直要到初四之後 也就是到了初五 才有機會可以見得到陽光 還有人問說 初四 初五這個台東天氣狀況怎麼樣 目前看起來 東部天氣可能會雲量比較多一點點 偶爾也會有一些降雨 所以在活動的安排上要特別留意囉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